不只是背板受到瞩目 在现场也有一些人现身哦 是谁呢 内政部的官员 这能倒是马总统派人来盯场吗 那么根据了解 行政团队确实是很关心 蔡英文所提出的竞选政策 也要求行政团队要主动赶快的回应 所以就有人来这边盯场了 马阵营干嘛这么紧张呢 根据眼见的最新民调 蔡英文在维国主权 兼顾台湾利益跟两岸和平这方面 或者是论述治国方向跟做法 还有重视人才跟领导团队 处理危机等等 都是领先马英九总统的 特别在两岸这一部分 他也领先马总统非常受到注目 2009年的这个夏天 我们开始了十年政纲的讨论 台上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宣布十年政纲主轴语气坚定 台下却来了一名不速之客 低着头猛抄笔迹 仔细一看 他是内政部社会司国会联络人赵树棠 马团队派刺客探敌情吗 行政院方面 他重视在野党主席所发表的证件 然后立刻派员来现场这个观摩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蔡英文在治国蓝图的这个呈现上面 确实是比马英九计高一筹 蔡英文团队信心满满 但马阵营确实面临执政危机 根据最新远见民调显示 马英九只有人格操守比较值得信任高过蔡英文三个百分点 其他包括治国方向和做法 蔡英文则领先马英九将近五个百分点 受识人才与领导团队处理危机方面 蔡英文也赢过马英九逼近三个百分点 维护主权兼顾台湾利益与两岸和平 这个选项 蔡英文则遥遥领先马英九将近六个百分点 民众的思维里面认为 我们的总统过度依赖中国过度的亲中 就连从政经验 宋楚一都大胜马英九十五个百分点 我想可能走在路上 你可以问问看大家 对于两岸政策 马总统的一些治国的理念 应该是非常清楚 马曼出面对民调缓假 马总统则选在823 要到金门参访 彰显两岸和平政绩 就怕蔡英文同一时间公布的两岸政策 又攻占媒体版面 三十位李正道陈贝廷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